中秋的食物 從小到這裡有一個冰塊 我一家阿兄的現場地真的好喝 我來試試看 哇 真的不錯 這家是很有名的 它的甜燒餅 杏仁茶 還有綠豆蒜 這種冰都很好吃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冰了 大聲甜 好吃 好吃喔 紅豆非常的大顆 而且綿密又好吃 別人這麼小顆 他的這麼大顆 從小喝到大 只幾年了 比較香 還有古早味 讚 一個紅豆一個芋頭 紅豆 水不浮,水不浮,它裡面就會浮掉 就整個黏在一起 機器就跑不動 大家再乾淨了 我感覺我自己是比較真材實料那一則 我是有南杏跟米漿磨成地之後再煮在一起的 所以比較濃稠 一般有的喝起來比較水水的 它使用勾芡的方式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們家裡的都用滿丹 我們家裡的紅豆我們本身的 它煮起來更大顆,更麵,更酥 更好吃 紅豆湯它是把紅豆用快糕煮好之後 它會把快糕煮好的紅豆切一些起來 用膏接機下去咬一下 這樣紅豆不知道會對味 紅豆另外放在電鍋 切一切起來 然後切那個湯這樣沾上去 這樣不再平均 其實牛頭排的跟其他鍋子比起來 煮起來比較 顏色比較漂亮 而且粒粒分明又很綿密 還有在成本效益上速度也比較快 它所有服務很好 我只要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馬上過來服務 而且還有保固啊 小時候我媽說那個快鍋會爆炸 對,所以小時候都不太敢去用那個鍋子 之後退伍之後 因為要接這個家裡這個事業 必須先從裡面開始做 我爸就有先教我一次 結果發現其實蠻好上床 只要會控制火還有時間 其實就能煮出蠻好的紅豆 也沒有像我媽說的那樣會爆炸 這支啦,這支就是我第一支 用的牛頭排的快鍋 他以前我不知道說這支是牛頭排 是剛才牛頭排 總經理來我們這裡吃紅豆 說我紅豆湯怎麼這麼好吃 他問我用什麼味道 我都拿出來給他看他 說這支是我們家的啊 我說,不過我這支打贏沒有人家 他就給我拿人家來幫我玩 開始之後我就開始用牛頭排 以前我開餐廳做生意失敗之後 剛才有一個阿嬤跟我們打三天 也是因為一次機會 我們去吃阿龍 那個阿嬤帶我們去吃那個 我就隨口說了一句說 嗯,我們到這個地點賣杏仁茶應該還不錯 結果阿嬤很有心喔 就真的去找了一個人 教我做 而且還拿資金給我們 就這樣起來了 所以才會跟客人的互動啊 就有成就感啊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印象深刻是以前有一個光明補習班的老師 他都來我這邊喝 他到了要...他不知道什麼癌 就沒有過來 可是他常常還是會打電話給我 叫我要我幫他送過去 就有這一段故事 我會想要回來街市因為 小時候看爸媽做這一行真的是蠻辛苦的 對阿翔說退伍回來可以幫他們 幫他們付一份心力 讓他們不用那麼辛苦 不會啦 那做事比我還要骨毛的 人家說你要加什麼 不用...不用做那個 他OK的 OK喔 我只有信心耶 讚 讚 我叫讚 我應該在那裡動 我接這裡一年多了嘛 想說先把爸媽的基底顧好 之後再看以後 能不能把我們家仙人茶打進去超商裡面 讓大家都喝得到 對 不用特地再跑來台南嘛 或者是要宅配這樣子 他會狂喔 來 請我等一下來 1 2 3 牛頭拍快鍋 讚 1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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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